几多几多次聚餐 我与你争吵已过 火花点起太哀眼 你责怪我不转弯 双方望着但事实也口硬 而怒气似未散 不过学习成梦爱爱冲淡 情深不谨 你只相处斗气也许少不免 我最后为人感应 爱能让我们为爱人奉献 也能让我们用爱做未典 这样也许不进 那不是要打家仙吗? 我煮东西吃一口 你们不是吧? 整个雪櫃只有一条鸡胯 鹹牛肉,四只鸡蛋 一饼子菜,不是,六粒鱼蛋? 是呀,那你变了什么呢? 我来吧 紫菜蛋花鱼蛋汤 滑蛋汤、鹹牛肉 还有这个是饭面蒸矮瓜 很香 真的被你变成两菜一汤 这不是我们在加拿大 大学那时候你常常煮的常餐吗? 你也不知道 那时候天寒地冬 出去买菜又不方便 家里有什么是煮什么 没想到紫菜蛋花和鱼蛋这么搭 还有这个饭 吸入矮瓜汁的香味 最厉害就是这碗滑蛋炒鹹牛肉 蛋炒得又嫩又滑 还有炒得一层层,口感很棒 再加上你现在的厨佩了这么多 这几道菜你真是越煮越出色 很棒 好,James Sam,你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说广东话的? 我来吃一个香港的男朋友 Anyway,你回到香港这么久 你有没有继续做些甜饭的东西? 怎么会浪费你教我的心思 你有没有兴趣打来我们甜饭的屋子? 你干什么? 你刚才不觉得很棒 最近没有觉得太好 我现在想到一些早上的退联络 但是Sam,你一位我的最好的学生 我还想到什么你会做 如果你会带它来 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力 我不太确定 来吧 我会看你 我会保留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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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走吧, 我給你一點時間 好 Sam, 看看誰來了 Uncle George Sam, 越來越帥氣 別笑我, Uncle George 記得當初你去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全靠Uncle George看著你 怎麼會忘記的 那時候經常去Uncle George吃餐 想起來也有點不好意思 這麼說吧, 我和你爸爸幾十年老朋友 你不是打擾我, 我生氣 對了, Uncle George,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昨天 Uncle一下機就找我了 剛才我去廣州試菜, 今早才回來 就馬上抓著你來和Uncle喝杯咖啡 你之前經常說想回來香港 落地生根, 找生意做一下 那這次回來是不是有決定 Uncle George剛剛收購了大龍鳳的飲食集團 現在為了找個新CEO就在煩惱了 對呀, 我剛才為了找新的管理人材 弄得頭都大了 那倒是吧 又要信得過, 又要學過雙管 又要對飲食有認識 這個人真的不容易找 對呀 不如阿梁的兒子吧, 他是讀雙管MBA的 不要搞, 靠不住 他連爸爸的桂桶都穿穿的 那陳舅弟弟吧, 他夠順了吧 沒聽就順, 沒聽就順 上個月才被騙了那間店 對呀, 阿Sam也是讀MBA雙管的 他一般而已 不是呀, 柱哥 柱哥, 有你的鐵筆給意見 再加上鞭策 阿Sam替我開大旗, 我一萬個放心 我這個兒子, 他最怕人綁手綁腳 他喜歡自由發揮的 阿Sam, 你知道叔叔作作風 如果我信得過的人 我會放手任由他辦的 好 我傳藝中心有好事還沒做 我遲些再要你吃飯, 再關心 來, 阿Sam 那個臭小子真是 柱哥 你叫我合作跟你做這麼大場戲 無非是想他自己下載吧 別這麼心急, 給他一點時間 來, 休息 師姐, 先炒飯嗎? 是呀, 那我們先炒飯吧 好, 再見 再見 這麼多人? 是 什麼事?每個人都很燙麵 阿Sam怕你緊人生交叉點 是嗎? 去加拿大師父打電話叫他 回去打理你的甜品店 那就好了, 麻煩你 好 難怪我爸爸逼他上轎 要他在叔叔公司做CEO呢? 你打算怎麼樣? 我當然想做甜品店 其實那晚, 其實那晚James師傅找到我的時候 我已經想跟爸爸說了 但他去了廣州試賽 誰知道他一回來就跟UncleGeorge合計出手 他被他出奇畢畢, 先發兒子人 我現在開了聲音才推他 恐怕會有一場腥風血雨 對呀, 瑪莉姨, 你別說得這麼恐怖 什麼事?說說而已 其實我們這麼多路一起想 一定想到一個對策出來的 對呀 今晚爸爸媽媽就要去喝 別拼了, 回家怎麼知道撞不撞到 不如吃著聊吧 就去開我們平時的大牙堂吧 不要錄吧?那裡又吵又坐得不舒服 不如我叫Sam煮一個很好吃的快飯 給你們試試吧 好呀 麻麵蒸茄子、紫菜蛋花、魚肉湯 和滑蛋炒牛肉? 你們就是阿厚福, 這裡的材料這麼齊全 上次在我家用魚蛋來熬湯 罐頭炒蛋而已 好吃嗎? 好吃 那就好了 大家吃了再說 好呀… 好呀… 好呀, 當然了 到呀… 好吃, 行呀 我告訴你, 很好吃 這麼簡單的東西, 但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對呀…吃下去好像一天有開心的感覺 不用你動手, 當然開心 不是呀, 你這次用的新鮮材料 真的超好吃的 好呀… 有沒有加師傅的? 不用加味精的 我剛才住的時候 就想起當時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為了省錢就見什麼煮什麼的艱苦日子 現在哪有一樣呢? 隨手可以拿到最好的食材 當然會得心應手一點 這些人叫快樂回憶的魔力 那時候你沒有技術 沒有自然, 煮一頓好吃的東西出來 現在有技術, 有自然 加上我們一群自己 有你沒壓力煮一頓飯 加上快樂回憶做動蜜 這頓飯怎麼會不好吃? 中國洞, 你這次說話又似乎似乎似的 我說話一向都對 怎麼這麼熱鬧? 小姐… 不好意思, 師傅 遷了我們全港利用 不要緊, 照規矩用完後 洗乾淨就行了 一定 岑小姐, 你吃粥飯了嗎? 還沒 一起吧 你們這道菜怎麼招呼人呢? 不是, 我很久沒吃過藝瓜蒸飯 坐吧 岑小姐 好, 謝謝 岑小姐 謝謝 怎麼樣?師傅 你不要我一邊吃東西 一邊被評語, 是不是嗎? 對不起 岑小姐, Sam煮得怎麼樣? 不錯, 尤其是那個矮瓜蒸飯 正好一流, 煮得比我好 你說真的嗎? 說真的, 我平時做示範 也不會煮這些菜 你多供藝術, 你一定會做贏我 這就行了, 抱歉 你想想, 如果岑小姐也炸炸 Sam煮得好的話 索性早點跟你爸爸 舉行你們的挑戰 你想我快點煮飯給爸爸吃 決定我去響? 當然了, 他想推你上橋 快快脆脆搞定他, 廢罪多心 有沒有信心? 我覺得現在應該可以煮到一頓 可以令爸爸滿意的中菜 好, 撐你, 我撐你 撐… 很開心, 早點煮 你爸爸我爸爸的嘴巴這麼尖 你還煮這些大學時的學生送你 也當保, 能不能碰他嗎? 那倒是, 要贏一個食家 要做足功課才行 我想先在他的口味那裡入手 是呀, 你說得對 我們上次不知道他的口味 所以全軍覆沒 這次要針對他的口味 然後做個天下無敵的菜單 然後就鎖去碰瓶 這麼慘心的盤我跑步 是不是有話要跟我說呢? 其實我真的有事跟你商量 爸爸, 前幾天在加拿大教 做甜品的師父他找過我 他送我回去幫你打理你的甜品碟 還有甚麼好商量 Uncle George的工作這麼好 你不接受真是不惜台舉 你不再是十八、二十二的年輕人 以為自己前途著想的 我就是想著我前途 忠思汗, 之前你說要做餅 我當你是一時之氣, 替我爭取 但是這次去Uncle George做事 是個不可多得的黃金機會 你這樣也放過, 我不會容忍的 爸爸, 一直以來是我忍你 你忍我? 你有沒有想過的 其實我做甚麼 我不用徵順你批准的 我和你商量是因為尊重你 你可不可以尊重我呢? 你這樣算是忍我和遷就我嗎? 是呀, 就像跑步一樣 我早就應該超前拋離你 我放慢腳步是遷就你的 荒謬, 我想你走 好 以為自己跑得很快 最後不是一樣要等著我嗎? 我在這裡等, 想跟你說 未來星期一, 我想照我們原本的約定 煮飯給你吃來決定我潛逃 我不跟你設定了, 我有事要做 我們不同路的, 我自己會回去 少年食神大比拼? 沒錯 我知道師父已經答應了電視台的徐監製 替他們這個特備節目做評判 那關了什麼事? 爸爸會加入籌委會 做技術顧問 我們深信, 在籌委會議裡 師父一定會直接透露 他覺得對這個比賽 什麼才是決勝的竅門 還會對參賽賽式給意見 你們就運進去收集情報 只要掌握到師父的口味和要求 那就是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 大哥, 你就百戰百勝吧 謝謝 電視台的徐監製 下午就會來跟師父開會 到時候我跟師父就運進去做無間道 幫你雜底師父說的話 錄一句音給你做參考? 由你來幫忙, 我這場一定不會輸 忠先生, 這次真是很感謝你肯出席 擔任我們的首席評判 以及做我們的技術顧問 不用客氣 我也很想在新派粵賽的範疇裡盡分裂 進來吧 大哥, 徐監製 要幹什麼? 沒有, 我們知道你們的會有時間 如果要打開, 那就打算拿點糕點進來招呼你們 還有, 畢竟少年廚神大比拼 都是成中熱話 所以我就想就個專題, 順便報道一下 田凱, 這不是偵求人隨監製的意思 由你們高瞻同步做專題報道來催谷一下 這個是好好的宣傳 忠先生, 這次我們真的沒有找錯人了 既然隨監製這麼說, 你坐下吧 好 忠先生, 說說當晚比賽的規則吧 看你有什麼意見 要考參賽者的功力 要考他們四樣東西 四樣東西?哪四樣呢? 就是刀工, 選材, 火候, 還有難度 除了這四樣之外 還要看參賽者的心事 當然, 送錯的選材是很重要的 除了新鮮之外, 還要不時不息 而買上亦很重要 你不聽嗎? 我聽了很多次 他只說烹飪技巧 是完全猜不到爸爸喜歡吃什麼 爸爸是想把他選的食材 他當是神秘環節 在比賽那天才結蹤 他說這樣才能考參賽者 臨場發揮和真功夫 對不起, 哥哥, 我幫不了你 怎麼不用這麼悲觀 照之前的紀錄 師父是對荔枝、芋頭、酒糟的過敏 對蟹也有陰影 所以我們撇除了這幾種食材之後 都可以縮小小範圍 我們跟瑪莉姨和二叔商量過了 我們會繼續分頭幫你做資料搜集 我們今晚就一起去瑪莉姨交換情報 還有大家幫忙 我不信找不到最適合爸爸口味的菜單 我看完這幾本飲食雜誌 你爸爸也曾經說過 海魚最好做的方法就是清蒸 他還稱讚過招財記的 還有滷水鵝片和鴨蛋蠔餅 還有就是昆里記的煲仔飯 不是, 我看他在高尖社的食評 他應該喜歡吃酒地雞 我曾經親耳聽過師父說 煮得最好吃的齋菜才是天下美味 那蒸野味會不會突出一點 天上飛、海淚油、陸上酒 地上種, 各樣都齊, 怎麼搞的 不要緊, 下星期一才是 有時間的 那不如問問媽媽 媽媽應該是最清楚爸爸口味的 姐姐, 不是吧 你媽媽是死人家派中國處粉絲 怎麼會反過來幫Sam 會吧 誰呢? 姐姐, 你不是吧 你最近門口那個 怎麼會這樣? 中國處死人粉絲, 收到了 怎麼樣? 馬妮 嫂嫂 嫂嫂 媽媽 你們真的在這裡嗎? 是呀, 正在乎 怎麼樣?幫中國處收風嗎? 你別誤會了 其實我來是拿些東西給師漢的 我去吃飯了 爸爸的飲食紀錄 其實在這半年 無論你爸爸在家吃飯 或者出家叫菜也好 總之他讚過的菜式 我也摘下了 我想這本筆記 對你比賽煮什麼菜式 會徵服它, 應該有用的 芯姨, 你怎麼… 怎麼這麼好死幫阿San 其實我也沒想著幫師漢 和我老公對抗的 直至那天他們父子在這裡吵架 你如果正正經經做到一圍 似仰的中菜 難道我不服你嗎? 那譬如說我真的做了一頓 你讚好中菜 不然這樣就有得我自己選自己的路 是, 如果你留在香港半年之內 你做到一圍似仰的中菜 是, 那我就認輸, 放手讓你搞 好, 但如果你做不到 那你就放棄廚房, 回到辦公室 一言為定 之後你就想回馬寧家 我就跟上去, 想說勸你 我就學好中菜給你看 進來 師兄 芯姨 剛才看你和爸爸吵架 我心裡很不安慰 畢竟是一家人, 你就就他吧 芯姨, 這些事沒得妥協 當一個男人已經選擇了自己的路 應該義無反顧向前走 沒得回頭 當一個男人選擇了自己的路 就應該義無反顧向前走 沒得回頭 就是因為你這句話, 我決定幫你 我說過這句話嗎? 自己說過都忘記了, 真是常說 這句話也沒什麼特別 這句話沒什麼特別 但很有意義吧? 最重要的是, 蕭翰當時說的話 跟他爸爸的語氣、神情是一模一樣的 怎麼爸爸也說過這句話嗎? 不過已經三十年前了 當年我初來香港 人生路不熟, 鄉下陰暗沒掉 一個人在逛街, 剛好讓我看到一個 正在發高笑的男人跌倒在那裡 先生, 你沒事吧? 你好像正在發高笑 要不要送你去醫院? 小姐, 我是天情日報的記者, 鍾國署 張先生, 要不要打電話給你的同事來幫忙? 不用 小姐, 怎麼稱呼? 我叫鄧貴心 鄧小姐, 可以幫我忙嗎? 我猜我找不到報館的了 這份稿要趕著排版的 你幫我送去天情日報那裡 交給編輯吧 你先顧好自己吧 不行, 做記者什麼時候都是身為優先 一個男人選了自己的路 就要義無反顧, 向前走 就是聽到他當天說這番話感動得到 乘了二十二個半的的士 幫他交了一份稿 原來交稿期而結兩年的過程是說的 其實還沒記住的 我幫他交了一份稿後 我就去澳門工作了 隔了很多年才遇到你爸爸 不過當時你媽媽已經不在了 說回正題吧 話說回來, 你和你爸爸又沒有合夥 同樣說同一句話 就是說你們不是兩父子也沒人相信 其實那天聽了師汗這番 跟他爸爸一樣的話 我總是覺得他們父子不是在搞對抗 只不過是用不同的方式 實踐著同一個理想而已 嫂子, 你這個結論真是很可憐 師汗, 你還在這裡幹什麼? 放膽去試試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行 心意支持你 謝謝, 心意 對於心意支持你 沒想到我懷孕 服務不已 這個功課 我都然在這裡 心不甘 地磁相處鬥氣也許少不免 或是愛你唱歌 怎麼相處也要靠心方改變 何合在去為你改變 愛能讓我們為愛人奉獻 也能讓我們為愛人奉獻